当然有场 台湾有钱 我不挖白不挖 台积电也挖钱也挖 反正这个岛迟早被人家干掉的 这个心态在 最可恶的一点是什么 他给你什么样的武器 就逼你打什么样的仗 各位把这个话听懂 我们跟他要的炮兵不给 要的战争不给 你这个不给 我今天就算延长一年 这个冲元兵 手段就那根步枪 在战场 在现代化的战场上 就是炮灰 死了还赢不了这个仗 这个除了前军后写 我们美国的形势很复杂 比如说他认知上面 智库里面也有两派说 一个是鹰派 那一定要加强台湾 把军火库 把它变侍卫 另外一派 美国那么有钱吗 花在打不赢的战争上干嘛呢 这个意见就反映在共和党 共和党说将来我管这个预算 我要你们讲无偿 那我不亏老本 当然有偿 台湾有钱 我不挖白不挖 台积电也挖 钱也挖 反正这个岛迟早被人家干掉了 这个心态在 那钱我们当然需要 武器我们当然需要 最可恶的一点是什么 他给你什么样的武器 又逼你打什么样的仗 各位把这个话听懂 我们这边研究了几十年 难道不知道台湾防卫需要什么吗 我们难道不知道解放军的强度在哪里吗 我们要什么是我们的需求 美国不是 你看我们跟他要的炮兵不给 要的战策不给 好了 你这个不给 我今天就算延长一年 这个冲员兵 手上就那根步枪 在战场在现代化的战场上 就是炮灰 死了还赢不了这个仗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有掩蔽的 有引盖的 有地下碉堡的 有刺针飞弹的 可以解放 对付他的武装自身机 我们有这个源头打击的飞弹 来攻击他的机场 这些是我们要的 你知道台湾最需要的是什么 不让敌人登陆 那你的反舰飞弹 反舰线的飞弹是地面上的 很容易被人家摧毁 你要变成地下室的 所以这些问题是 我们要的 我们难道不知道吗 可恶的就是说 他逼你打城镇作战 逼你打长期消耗作战 那要死的时候 给你一口饭 明天你太强的时候 他又给你抽掉一点东西 打的时间越久越好 这就是乌克兰模式 台湾要不要走那条路 你自己选择 现在 现在是什么你知道吧 比如说你家里失火了 打电话叫消防队 对不对 美国来出远了 去消防队救火 消防队来了 水龙头不开 他先把你家 值钱东西搬走了 台积电先搬走 值钱搬走 你军火武器 要水可以 一咖人多少钱 然后房子烧掉了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状况 钱要搬走 人才要搬走 这个武器要花钱买的 然后死活我不负责 海黄鲍鱼干杯 XO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哦 GTI714